花蓮好近近在回来 112年花蓮县体育会 年度体育赛事记者会 在县府大理堂举行 县长徐均贵主持了启动仪式 也宣布今年度花蓮县县长杯 花蓮县乐活杯 还有花蓮县太平洋杯 及全国系列赛事 及花蓮县办理单项裁判教练讲习活动 以及花蓮县单项参加全国体育竞赛等 145项的体育活动要正式展开了 112年花蓮县体育会年度体育赛事记者会 并且在花蓮县大理堂举行 包括副议长徐学义 县远徐子方 吴建志 韩丽美 典服务部署长谢立可 立法委员服务处执行长林中坤 县府大理处长翁淑明 花蓮县体育会理事长王景德 多为校长到场祝福 花蓮县以得天赌后的环境优势 今年来持续推动体育赛事 不许成绩亮眼跟积极结合观光推广地方产业 今年花蓮豪建近在回来112年 花蓮县全国体育赛事系列活动 预计吸引超过数万名以上国内外运动好手 共同来花蓮参加这次的运动赛事 是在花蓮奠定下非常非常好的运动风气 无论是在学生在整个运动员的培育以外 其实对于在我们的这个 我爱运动的运动岛的部分 其实我也要谢谢所有体育会 所有的单向的主委 以及体育会全力来推动 所以在我们全民体育的部分 让花蓮成为一个健康的城市 活力的城市 幸福的城市 我们可以看到65个单向 但是我们零零种种这些加起来 一共147项 一年有几天 365 天 147 项 等于说几几乎两天就有一项赛事 而这还不包含幸福城市碑 以及其他的临时加进来的碑赛 以及未来预期要到花蓮来举办的 全国性的赛事 所以我想这就是代表一个活力 一直不断在动的花蓮县 这也是大家非常的爱运动 所以其实在体育署教育部的 这个333的运动岛的统计 花蓮县的相信 对于333的每一个星期为时 三次的运动 每一次的运动维持30分钟 这是对于这整个数字来说 花蓮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最后过来运动风机盛行 马拉松自行车 体能三项高洛夫 棒球 累球 龙球 羽球 网球 桌球 软枝网球 楼道等体育项目也迎来了恐怖发展 在现场主要的带领之下 花蓮县在运动赛事上 成绩是绽放光彩 这次花蓮县太平洋碑 以及全国系列赛事的吹动 将吸引大批运动观光人潮 涌进花蓮 为地方各项产业带来普遍发展 视频尽在冰大批连好棒